第十四节 真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四节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如相家 我现在为什么要用这一点去说呢 因为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能够做一件事 我们找到这个时代的女愿 而并且懂得互动 使我们信仰在神面前 作出最大的贡献 好像这个言辅一样 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作出最大的贡献 就是在我们现在 神所为我们建立教会这个家里面 在这个时代神所建立的女愿当中 作出最大的贡献 最大的奖进的话 我们其实是做不到辛苦的 我们是锻炼不了成为这个时代的 这是什么呢 五秦即是 无论你个人成为五秦即是 甚至整间教会成为五秦即是 因为神所接收将来的神父 其实这个神父 是拥有五秦即是在他身上 这个就是整个旧约里面 用五个不同方法去形容 这个神父 他拥有报道的能力 他拥有训辉的能力 他拥有牧羊的能力 他拥有成为一个头的能力 可以用铁杖下来列个 这个其实无论在新日和旧日里面 不断说这个神父 都是一个拥有五秦即是 于一身的神父 当然这个神父就是教会 整间教会都能够成为五秦即是 不是里面某一个人 而成为五秦即是 这个就是神在历史上 对于这个神父 作出的挑战 所以如我所说 其实在末世的时候 神所接收的神父 是万能的 他要各样都认识 各样都不会令主耶稣刁面 所以变成为何无瑕疵 天无咒闻 成为一个装饰 你知不知道 所以如我所说 你在五百年前 你找的女院就是马丁路德 但是你脱离不了 如果你是当年 你去跟从马丁路德 去在这个复兴当中 你要付的代价 你脱离不了 一样 我们所说的历代历世以来 都是 你在当时代 你要找当时代的女院 但是你在当时代 如果参与或者介入 你都脱离不了那个代价 那个代价 一样都很惨烈的 但现在不是当时代 现在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这个石头 这个时代的这个女院 究竟你怎样攀上去 怎样找到它 找到之后 你怎样互动 一样成为这个时代 最大的考验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代 有新的考验 更大的考验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有更富有的文化 更多资源的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知识 我们拥有现在这些手提电话 我们拥有这些家通工具 我们拥有这些教育 根本不是五百年前可以比较的 完全不是可以对比的 所以这个时代当中 神如果不给我们新的考验 根本对不起上一代的人 明白吗 上一代人上了天堂 他们受了考验 而赢了那些上了天堂 但是这个时代当中 所以神不会用回 旧时代的这些考验 去用回新时代的考验 为什么呢 因为新一个时代 新一个纪元的考验 是让这个寻找这个旅园 寻找这个石头 这个方案是没有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上一个时代是不同 变了 所以上一个时代 他们受懇疑这些人 去寻找这个旅园 就已经成为他们第一个考验 所以这个时代 神一定会变的 一定会将他的圣灵 而去另一个 復兴当中 而去另一个群体当中 而去另一个神的 这个时代的rayma当中 让很多人去寻找 而我们亲眼看到 神在这个时代当中 就将他的旅园 移了来石岸 移了来香港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 这几十年里面 跟着一起去磨练 去约俊 去掌俊 成为一个贡献 现在甚至你看到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信息 成为全世界的答案 是不是 我们不是说 赚全世界人的钱 我们免费送出去的 你放上去网 甚至我们发明的石岸剑 我们也成为贡献 这个是不是这个时代的贡献 这个时代还是卖带 不是的 现在就算网上 YouTube 也是免费 去 去跟人分享的 时代 就算外邦人 都在做这件事 但是教会还是 在那里 去卖钱 卖恩糕 做巴兰的时代 是吧 作了一首歌 就争着要去 拿板税的那些人 你见不见到 就是说原来 在这个时代 第一 你会找到这个时代的女员 已经是非常之 难的了 但是问题 这个就是神对他身负的 第一个考验 就是说 出人意表的 找到一些人 找不到 想象不到的 就是刚刚配合你这个时代 刚刚配合这个时代当中 加诸于你身上的身份 就好像现在 举个例子 这个时代当中 加诸于你 和我的身份有什么不同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最卑微的享受 都享受过 以前的 慈禧大侯 慈禧大侯 能不能吃到这么多雪糕 能不能享受这么多冷气 他出行的时候 能不能坐 贝斯 他去外国的时候 能不能坐到飞机 他见到的邮轮了吗 他皇宫多大 是呀 大家都见到 你可以去北京看 这些故宫的 他皇宫多大 记不记得他现在是邮轮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 家主在我们的身份 但是我们却要 付以前的 几百年前的代价 不是吧 你现在有几百年后 今天的科技 文化 拥有的东西 然后你还要付的代价 还要少 过以前上一代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追溯 上一代所流落的 这些很多 他们的中派里面的知识 只是留下不是那个代价 留下就是他们的 记载 你读完记载 就想着 可以拿到他们的祝福 读完记载 如果这个方法得 主耶稣基督来的时代 就已经跟门徒说 大家坐下 这本旧约神经出来读 OK的了 可以的了 不用有新的教会 大家坐下读以前的记载 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读以前的记载 不是呀 主耶稣基督是 可以说很强硬地 他们告诉他们 他们要跟从他 他一定要不单跟从他 并且要将他自己的做法 是一代传一代以门徒的方式 训练出去 所以才导致主耶稣要钉十字架 他的门徒都会被追杀 整个新的教会 过百年里面死了的 基督牌无数 很多是为了狮子 你记不记得 如果是读上一代的记载 就行 怎么会有这些事发生 我们怎么可以说得通 就是说神历过历世以来的造事法 是这帮败类牧师 或者败类神学家 所说的那种 你现在看到很多神学就这样说 你能够拥有上一代有这些东西 你对神来说已经尽世所有责任了 就是读上一代记载 这样 神学根本就设出来 就读上一代记载 但是问题是 神会一代的女院 是不是坐在读上一代记载 大家都知道你绝对不是 针研第31章 第24节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 从事我缘暖的保障 我的心在不放弱 我结晰心安稳 也听你重量 陷上底支以我努力 中处生艾满火旷征 帮着信我仰慕 看见你上 愿我心情深浮河 无后悔 愿不沙河 路群中 愿快跑 愿我响 愿我等 行狗保障 无去怕 在世变迁 愿阿云 难道终于得着追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婚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